5月7号2022年蓝梅流域佛教交流会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的方式举行 会议以点亮新灯共向未来为主题 旨在加深与蓝梅流域国家佛教界的法义 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推动和发展蓝梅流域国家佛教界的广泛交流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法师在致辞中表示 通过互联网再次相距于云端 体现了蓝梅流域各国佛教界历久弥新的传统法义 蓝梅流域各国佛教界因为促进蓝梅流域国家和人民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共向未来 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要自觉减速起当代佛教徒的社会责任和离世使命 在维护和促进本地区无理又靠和平稳定 反正繁荣的基础上 以慈悲无谋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巡回 关心人类的前途命运 加强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与团结合作 推动不同宗教界对话和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建 为世界更多的人民加起相互理解的桥梁 点亮慈悲利他的行政 为维护世界和平安静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去奉献行礼 联合国魏赛杰国际理事会主席 泰国最高增加委员会成员樊志长老 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蓝莓流与佛教交流合作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希望各国佛教界能分享彼此经验实现共赢 尽管理事会主席 越南中央佛教教会常务副主席 世青饶长老表示 共同隐一江水同传一脉法 我们深切感受到人类的命运与共 蓝莓法义如高山大海般深厚广大 致力推动亚洲佛教不断发展 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民幸福 是佛教界共同的愿望 当天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 柬埔寨及斯里兰卡等六个国家的佛教界代表 近三十人出席了视频会议 I hope that from this exchange meeting we will give the clear-cut idea with this archer especially to extend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apart from just coming and sitting and have the express idea with each archer from this good starting point we may extend to the exchange regarding research 2022蓝莓流域佛教交流会 是在蓝莓各国佛教界的大力支持下召开的 彰显了蓝莓流域各国佛教界 以佛教为平台 共同致力于促进佛教友好交流 区域和平发展的愿景与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